进博会一直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致力于发挥国际公共产品作用 直接举措是助力最不发达国家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融入全球经济 孟加拉国的黄麻手工艺品 赞比亚的蜂蜜 很多的最不发达国家的各类产品 通过进博会 飘洋过海 进入中国的千家万户 比如说 像坦萨尼亚的腰果 比如说埃塞俄比亚的咖啡 还有罗旺达的辣椒等等 这体现的进博会呢 致力于推动 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的 本届将有37个最不发达国家参展 我们将为这些企业提供120多个免费展位 以非洲的为例子 为落实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务实合作举措 本届进博会非洲产品专区面积将进一步扩大 其中展现 乳木果油 咖啡 芝麻 花生 大豆 等非洲特色农产品 组织非方参展商与中方采购商对接洽谈 助力双方达成更多采购协议 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